大家好,我是OK仔 跟大家一起讲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有多特别有多有趣呢? 有人说 香港现在只有一种生活模式 这种生活模式 看看大家是不是 如果是 跟大家玩个游戏 给个like 说中了的话,给个like 如果不是 下面不妨留个言 看看谁会更多 那究竟是什么生活模式呢? 说之前,请大家给个like 支持一下 记得订阅频道 更加按个铃铃 一天九条片 每一个小时 就会有新的资讯带给大家 说到香港单 这么孤单 这么寂寞 只有一种模式 那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先说出来 看看大家自己感觉如何 就说每天 上班、下班 接着你就是回家 回到家 吃饭、熬剧、打机 接着就睡觉 周而复此 无限轮回到你放假那天 放假之后 没什么必要 就不会出街了 除非有东西去买 大多数留在家 一起去睡觉 做家务 几乎是零户外活动 零社交 更加没有衣服 有人问 究竟现在香港这个社会上 这类人 究竟是占大多数 还是占小数 正不正常呢? 好了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就说 如果你觉得正常的 又或者占大多数的 说中了你的 给个赞 如果你觉得不正常的 或者占好少数 下面留言 一起研究一下 究竟为什么现在香港 好像只有单一模式生活 有人就觉得 一直都是这样的 有什么变呢? 香港人一直都是上班放工的 不是有什么好做的 你用现在的看法 我觉得没错 是啊 香港人习惯了 有人就觉得 你回来看几年前的香港 六七年前的香港 你下班之后 你会不会很快就回家呢? 未必的 就算你没有约了朋友 你也可能会出去逛街 约了朋友的 吃饭 Happy Hours 星期六日 更加夜生活 是多姿多彩 香港曾经被语为 夜生活是很强劲 非常丰富的城市 连内地的朋友都会常问 哇 香港有什么夜生活 那个生活模式是怎样的? 我们一起研究一下 不过有一件事 我想跟大家说一句 你们在一个不经不觉期间里面 改变了很多 什么叫不知道的情况下 疫情之前 你会不会想过 你们会突然之间 没有了夜蒲 没有了出街吃饭 没有了下去喝酒 和朋友 整天见面 没有了? 大家也没有想过 当然了 疫情期间突然之间 这样撒起来 没有人能估计得到 有人会觉得 哇 你叫我蒲小曼 哪行的? 不行的 你叫我戒酒 和我戒岛有什么分别? 真的戒得到 这件事 猜不到的 香港那种生活模式 已经不再是旧时的问题了 当然了 我们从不同的几个点去看看 第一件事我不是很认同的 有人说 零户外生活 我相信很多朋友 会留言都是这样说 你会不会没有了户外生活呢? 反而在香港现在的环境里面 越来越多人注重了户外生活 不算你外游那帮 不算你离开了香港那帮 留在香港这一帮人 除了你说上班、下班 这种是基本工之外 户外活动是多了 尤其是在疫情下 无论在疫情的高峰期 不知几多个波之前 可能是二三波也好 现在第五波 还是叫做第五波的疫情下 多了很多人户外活动 近期 萧考场开回 露营场开回 我还没去露营 但是我看到网上的露营群 已经开始说到政府的官营 人山人海 湾仔蓝那些 热点 萧考场 我早几天踩单车 入了大美东 热日当空 哇 下午 哇 嚇到我人山人海 你说是否少了户外活动 当然不是 多了几多人行山 不说那些不哲量力 不说 很多人旧时没有行 不会 你叫他们行山 慘过去什么 疫情下 没有活动 断绿 有什么好做 热潮 打卡 哇 很漂亮 原来香港的景色这么漂亮 所以我这个位置上 我觉得不是 香港人是很喜欢户外活动 尤其是现在的生活模式 但是 有一件事是真的 他们那种 上班 下班 回家 跟着吃饭 他们的意义是何在呢 有人就觉得 这样就好像没有了人生意义 人生意义 哇 说到这么大 其实不会没有人生意义的 有人就觉得 其实这个时候 才能找到你的人生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疫情下 可能有人在香港那种生活模式 就是 花钱 花钱 出来吃好些 住好些 穿好些 穿好些 什么都好些 有个动力 有人就说 那不就有动力去赚钱 现在那个动力就变了 好像躺平 也不说躺平主义 但是 他们那种 物浴没有那么高的 在家里的 我觉得多了在家里的时间 这件事是习惯 是习惯来的 在疫情下 是真的 旧时候香港人 你叫他们 刺加兰 你看看一只标 你没有回四五点 那些人 尤其是星期六日 你会回家吗 在兰桂坊 喝酒的酒吧地区 全部都玩到夜一夜 不会回家 你叫他们两点 你瘋了 现在世界一杯 出去看 你看到新闻 看到报纸都知道 那些酒吧 今年的酒吧 有世界杯 那个生意 都是很清淡 比预期中弱 这件事是预计得到的 有人因为香港人 那种生活习惯 改变了 另外 另外说一下 有人觉得 现在我放假 没有东西做 不出街 其实是一种习惯 来的 因为你之前就是 没有东西做都不会出街 因为疫情下 你都不想出去 一会儿沾到细菌 你久而久之 由不堪寂寞 你习惯了这种寂寞 很有趣 原来人 可以在这样的位置上改变 你说 迫着你这样做都没办法的 情况下也可以 很奇怪 另一个问题就是 你不出街 其实是关乎香港 究竟现在有什么 先走 你想想一下 刚才我说到 你上班下班 你就算也不是马上回家 你会走出去 举例 你去讯和 你去一些地方 看看游戏 看看衣服 在大型的商场 先当一下 看看有什么新东西 玩具 这东西 大家都会了解得到 但是 现在店铺執了这么多 习惯了 下班那一刻 就趕快回家 不想再在街上游离浪荡 因为 已经 再没有什么特别店铺 这就是环境形成的 除了说不出街 没有店铺之外 刚才说 你没有必要 你不会出街买东西 你会这样 我觉得现在 很多人都变了一种 外国的消费模式 通常出街都是卖东西 有人说 不是啊 我总有买一些 三副鞋 物化妆品 我不知道 你们一天要穿 换了多少衣服 你上班可能 都是西装 就算你便服 你上班也不会穿得很漂亮 你也会穿得很适 那你为什么要买这么多衣服 这是另一个话题 既然 你不会经常出街的时候 买衣买少了 你不会再为自己的外观 而再刻意去收拾的时候 这两件事就有关了 有联系了 不出街和你买小东西 两件事就是相辅相成 不要说女士 可能女士会买少些化妆品 护肤品 但是 比以前来说 都是少了 他们的吸引意欲就低了 去到这个位置 你就会想想 其实人的意义 牵动到你的其中一件事 关乎是物浴呢 有些人觉得 人本身有很多贪念 哇 他很喜欢追求名牌 包包也好 车也好 电话也好 所有东西都是用得最漂亮的 但是你在家里的时候 我才知道你拿个法拉尼 我才知道你用iPhone18也好 谁知道 没有人知道 你展示给谁看 没有人看 展示给自己看 很多人觉得到这个位置 就会慢慢把物浴降低了 物浴降低了 咦咦 那就变成了修佛了 是吧 好有趣 除了物浴之外 你连食物那样东西都改变了 我们刚才说 既然你少了出街吃饭 习惯了 有人就觉得 以前我一定要出去吃好一点 现在转了 转了模式而已 是的 因为你出去买东西 通常都是买吃的东西 为什么要买吃的东西呢 多了在家里时间 煮食物 甚至社交模式都改变了 社交模式改变就是 有人说 现在很怕看到人 出去都不懂怎么跟人聊天 有些人就直接这么说 到时候 经常约朋友出去 吃饭 没有东西都找东西来搞 找一些节目 吃饭也好 喝酒也好 什么都好 现在少了 不是说带什么大日子 朋友生日 或者圣诞节等等 都不会刻意约人出来 更加我听到 有些人觉得 出来了没有东西 朋友与朋友之间 竟然没有东西 不是不熟的 是很熟的 有人就觉得 当然没有东西 大家每天都做同一样东西 你已经再没有了那种特别的旧事 你可能会 哇 我今天走街又看到什么 很棒 分享一下这些生活的乐趣 现在生活得一种趣 那你又会不会是这样呢 我觉得 香港人现在的确多了这个模式 尤其是家庭集团 home party等等 他们会多了叫朋友回来 减少了出去 所以你说出街买东西 通常买东西吃多 这些东西必然 所以 又可以说说 做生意 有时候分分钟 现在做这一项 都可以赚钱 除了说哪里好 旧时香港人的夜生活模式 很多之多彩 你想想 可以想得到的就是 去酒吧 卡拉OK 有些说 洗澡砸骨 Disco等等 现在都没有了 你没有 戒掉了那棵人 所以 有人觉得香港 那种生活 夜生活模式 都改变了 清清淡淡 归于平淡 问心一句 大家 不知道还有没有走下 维港两岸呢 快要是圣诞节了 应该有很多灯色的 今年 和去年 我估计应该差不多 去年也是很多人 都会有走出去 但是 比之前 去比较一下 一定是差点的 不知道大家在 日常生活当中 还有没有欣赏一下 香港的 维港两岸的景色呢 夜景 说的是 少了 旧时会有的 我也会有的 没有空 下班 可能下班 下班一晚 看两眼才回家 现在可能真的少了很多 倒下头 试固向 另外 讲一下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有些人就觉得 香港根本现在 没有夜生活 日头 我也不知道能去哪里 有什么好做呢 旧时 那种生活模式 就是说 很多人去主题乐园玩 玩得厌 还去 不去 好了 你不去主题乐园多了些什么呢 现在多了 吃点东西 小小的 咖啡 慢活 现在香港人的生活模式 现在变了慢活 虽然有人就不一定认同 你看看上班 哪一刻慢 每个人都来也冲冲 去也冲冲 但是你一收工 甚至乎你休息的时候 很多人更加享受 他在那里 真的在那种慢活 噢 所以为什么咖啡商店 在那里 成行成事呢 做一件蛋糕给你 然后就坐在那里 不知道 看看风景 或者说吹到烂水 就有烂水吹 有朋友在旁边 那咖啡几个小时 到时不会的 到时少很多 到时最多是什么呢 通常人们都去购买 广东道 尼敦道 铜锣湾 黄区 所有黄区 现在你反过来 每个都去了这些地方 去了郊外 行山 拿个小路 在郊野公园的烧烤场 坐下 烤一下食 烤一下食 看看风景 看看海 这样是过日晨的 那种生活模式慢慢被疫情改变了 改变了人对那种生活的要求 可能 那时候叫你慢一点 慢一点 不行 慢什么 我也不懂慢 现在在疫情下 让你学会慢活 除了说慢活 有人觉得 其实香港现在那种生活模式 是关乎年纪的问题 是不是越来越多人 年纪大了之后 就会少出街 少出应酬呢 两体 我觉得是两体 你如果本身家里 刚刚成家垃圾 又或者有小孩 需要照顾的时候 无论你多少岁也好 你自自然都会 留在家里的时间多 不和 你旧时多 这些活息生香的东西 去吸引你 多些魔鬼 去吸引你的时候 你就自然会出去了 你出去玩 找朋友 见面 你现在不知道做什么好 所以就留在家里 所以我觉得 不关乎年纪问题 有些人觉得年纪大 不想出去和人逼 这也是真 不过 现在人都不想逼 所以我觉得 不关年纪问题的事 最主要是 疫情影响到大家 还有什么改变了呢 有些人觉得 现在那种生活模式 感觉是 做什么都没什么 提不起劲 没有兴趣 是不是呢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呢 我又觉得不是 因为你还没找到 你 有人说还没找到你的意义 你在旧时 你每天的意义 就是除了上班 下班 出去威力之外 就是这样的了 你多了一样东西 就是出去威力 出去玩而已 那你出去玩 要花钱 你要花钱自自然而 又努力工作 想办法 找多些钱 既然现在那种生活模式 那么淡 那么静 你花钱的模式 又转去越出越少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我好像不需要那么多东西 是吧 所以更加有人觉得 在这个时候 没有了的人生意义 但是我在网上 看到有人说 这样才能找到人生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你开始追求 金钱以外的东西 例如智识 可能你会上网上学多些东西 每天 打个电话 打个手机 听吴仔说娱乐 听听我们说的中国新闻 听艾芬sir说的财经等等 是吧 网上现在有这么多的资讯 每天都很多东西 给你学 你百无了賴的时候 有人就觉得 是时候要增值自己 所以看你自己是哪一条路 人学海无崖的 经常都说 你以前总有很多藉口 不行啊 今晚又要猜妹喝酒 苦无对手 小妹烂猜不喝 可以 很多这些东西 出到去 烂水就出了一大轮了 但是你对自己有什么得着 就不清楚 在这个时候 让你学到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 现在这种生活模式 是不是多了人去进修 可能也不奇怪 因为没什么要做 不如找东西读一下 不知你又会问是不是呢 除了我自己觉得 因为这样的生活模式 纯粹是因为工作影响 工时长 工时没那么长 我觉得不是的 工时长不长 一向都是的 只不过在疫情下 有些人就担心 没了份工 你老板开酒 好好好 做多一会儿再走 好好好 一会儿 不然有什么东西读 没了份工又怎么办呢 很多人都会担心 因为疫情下 有经济压力 他也不愿意花费 也不会愿意花钱 所以他们的生活模式 转去单一化 也是了解 这种单一化 也是我们之前说的 在移民里面 经常出现的问题 你不知是不是呢 当然有些人就说 不是的 这些是打工仔 有钱的那些 就继续有钱生活 那当然了 我们说大多数 有钱的很多都 要不就离开了香港 要不就有他们继续的生活 现在不是占大多数 所以说香港人 没办法 在疫情下 要这样去这种 单一的生活模式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没有的 人慢慢开始了解到自己 究竟所需要的什么 有些什么是不需要 这件事 好像断捨离一样的 有时你追寻的是 物质上面的东西 现在可能是 知识上面的东西 或者追求 灵情 人其实如果说 深奥一点 经常说一句话 你百年龟老 两脚一身 万般带不走 有什么可以留在身上呢 除了业之外 你钱又不会带得走 你找多少穿多少 整定 既然就会 拼命找 拼命洗 出去 追求女孩也好 社交也好 现在 没了这些机会的时候 反而人会学得正 但是我觉得香港 现在缺乏了一件事 那种生活模式 就是很多人 不敢面对人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 身边的朋友之外 他们不学 他们不太懂得 再怎么脱下 面罩去示人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 我 踩单车也好 跑步也好 会见到这些人 他们很恐惧 见到人的真面目的时候 他们好像很恐惧 当然了 可能是疫情的关系 我跑步 我就脱下口罩 有时候见到那些人 我都会笑 无论阿叔也好 会心微笑 人很久没见过笑容 这是真的 那种生活模式 戴着口罩 我不知道你们在公司是怎么样 正常公司都要你戴口罩的 你们跟同事吃饭 可能脱下口罩 我不知道 但是你有多可 真的见到别人的笑容 现在在香港 看不到 很少 因为每个人都被口罩遮住 家里的 你每天 有什么 好像我刚才一开始说 回到家里 播剧 你不是对着手机 手机已经代替了所有娱乐 以前你追求那种娱乐 想去消除一些闷 人万无目的 现在 手机就是帮你涉时间的东西 所以 你在家里 就可以慢慢过了一天 甚至乎你很快 那就过了一天了 这种生活模式 转变了 大家真的不觉得 所以我刚才这么说 内地有些网友 就说 喂 为什么现在 香港那种夜生活 和旧时那种夜生活 差那么远呢 是啊 这种夜生活 正正是在内地 因为香港 那种几年前那种夜生活 是很多内地人都响黄 他们觉得 哇 这么厉害 夜晚 可以这么多东西 这么多消费 还有食物 还有酒吧 那些人不愿意回家 为什么可以这么厉害 香港人习惯了 他们的工时长 他们将他们的生活 作息 拉到最短 他们将他们的消遣 将他们的娱乐 放到最后 工作之后 这件事就是 慢慢形成的 但是到这一刻 看到大家那种生活模式 做了乖乖猪之后 不出街 放假 在家里放假 等等 不知道大家有 在这个图中 认识了多少东西呢 这种生活模式里面 大家学习了 很多人 我相信很多人 学了煮饭 煮菜 我见外国那些 有些移民 有人说 出去了外国 第一时间 就是学煮饭 每天想想 煮什么好 香港人现在也是 所以那种生活模式 一种生活模式 当然 你可能会说 不是的 很多人还是很活息 生香的 我们不知道 有人就觉得 其实 不知道你会不会 不满这个现状 或者你会不会 习惯了这个现状 但是有人就说 想想着 改变这个现状 很难 因为始终是 一个大环境 形成给你 我觉得 没有的 慢活等同 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相信很多人 都打齐针 南马可以出去堂食 我觉得 我跟现在 有什么马 没什么分别的那种生活 我又很少出去堂食 整天都在家里 你送不送针卡 那些地方 我又不是整天去的 所以有人就觉得 你疫情的规矩 改成什么也好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你是否这样想 当然可能你上班 外出上班 或者去其他场所要扫 但是 那种模式 我已经觉得 没关系了 已经跟我很远 离得开很远 除非有人叫我出去 如果 都不会 特意走出去 留在家里 这件事 其实 到最后 我自己觉得 如果你可以追寻到人生意义 什么生活模式也好 都对你没什么改变的 因为人始终学习的东西 要看清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可能你在这个时候 更加回顾你的过去 原来 发现到你做了很多东西 都是很愚蠢的 例如花了很多无谓钱 是吧 花了很多时间 别人去学习的时候 你去喝酒 这些都是 原来你以为自己静不下来 我哪可以晚上不出街的 真的可以的 环境迫成到的时候 原来 其实你都可以做到 所以不要看少了自己 这个生活模式 这种环境 可以让你认清到自己 自己有什么缺陷 有什么不好 在这个时候 学到多些东西 装备好自己 可能对你将来 整个环境 大环境复苏之后 有一个大的帮助 说到这个话题 非常导远 是的 有很多东西 大家估不到 将来未来是怎样 不知道 难得有时间 让你去家里去学习一下 没什么所谓 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真的像现在这样 这种生活模式 好了 今集先说到这里 下次再跟大家说其他新闻 拜拜